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我們來玩一款史上最兇的日系 rpg 魔戒戰技 rpg 沒有錯魔戒戰技呢在 主機平台上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悠久的 ip 系列哦 那魔戒戰技 rpg 呢 是這個系列中的手遊歷作哦 這款遊戲一開始就非常佛心 進入劇情之後呢 他馬上就讓你手抽 我們直接來抽 來看一下 這個手抽呢一定會是四星的 目前能抽到最高星的角色 來哦會是誰 噠噠 是哦 極西游角色拉茲貝利爾 很酷哦 這一開始絕對能抽到四星 而且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可以再來一次哎 無限手抽 沒有錯就抽到你想要為止 就讓你只抽 這個登陸就無限刷手抽 大家最喜歡刷手抽 那現在就讓你很快 大概你只要5秒 我這邊其實可以skip 哦所以你就是 每3秒可能就可以抽一次了 這邊就可以抽到你想要的 這邊抽到亞代爾 又另外一個紅髮角色 今天魔技三技非常多 歷代角色都在這邊會出現哦 如果你熟悉這個系列的話 應該會看到很多 呃老面孔 那這裡呢就是遊戲的主畫面啊 你的隊伍的成員呢 都會在畫面上跑來跑去 而且現在登陸呢 還會送你四星的舵天使福龍哦 很可愛吧 那首先呢 我們先去抽卡吧 這邊有一個聖夜召喚 有不同的聖誕角色 然後呢 他有分付費的鑽石跟沒付費的 免費的在這邊 十連抽也是一樣是1500個 那這邊有一般的召喚啊 這個是D1跟D2的兩代的 然後這邊是2跟3代的 這邊可以選擇你想要的 4、5代的也有 這邊有十連抽必定得到一個四星角色 因為四星是最高等的 所以他直接保底一隻哎 哦這個好像據說只有台版才有的哦 這邊我來抽一下聖夜召喚 來嘍召喚 看一下有沒有四星的 噔噔這個虎跟我們開始手抽的虎不太一樣 有一個紅光哎 那個難道就是四星嗎 紅光進去了 然後來看一下噴出來的 噔 有嗎有嗎 腳色一直噴哦 我看到一個地板特別不一樣 有些怪物魔物們 還有這個企鵝 還有嗎 你們抓到怪物系的 人呢 南瓜怪 哦 都是怪物 哦這是兩星的 好 哎那我們剛剛那個是三星還是四星 啊三星的 莉莉姆夜魔組 不就是魅魔嗎 哎呦 這個好像也不錯可以用哦 剛好我的那個主要角色就是魔物型的 今天我們再抽一下另外一卡池 他這邊其實有免費的 這個每天有一些免費可以抽 我們直接來 免費的是香菇 來 來我們在這邊有一個卷 這邊有任務卷 來吧 高級招換卷 出來吧 這光是不一樣 哦 這光是四星的光 我免費抽中了 麒麗啊 流浪的 哎這很帥 這邊我把券先用掉好了 高級招換券 難道這個都是四星嗎 不可能吧 這個壺的 不太一樣哎 我的外觀也不一樣 這看起來就沒到四星 有剛我是比較幸運 我用他免費的券就抽到四星了 然後他右上角呢 還有一個兌換所 這邊其實不抽的話呢 這邊聖夜召喚活動裡面呢 可以用聖誕帶幣去換這個角色 這邊特殊角色是可以用硬幣去換的 那穿卡之後呢 就可以準備來組隊了 這邊可以來換一下我們隊長 那他們隊長技能主要是看魔技能 啊這邊是小隊全武器 攻擊會提升 啊這個是劍武器 我們現在角色沒有很多啦 所以要組出一個全劍全全的話有點難 這對女性角色傷害增加 我這也是肯看敵人哎 有沒有比較通用的這個技能呢 小隊的int加15趴 這可能比較通用 那我們開始的死亡者呢 是除了速度之外 全能力提升11趴啊 但是只有限定魔物角色 但是我現在魔物角色也比較少 剛抽到四星角色他都是人類 所以要組出魔物隊也是有點困難 那目前的話 大概就只能先組這樣了 我們先練一下再說 接下來就可以前往時空縫隙 這邊有主線劇情 在主線劇情上呢 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看 可以看到這些人物呢 各種的互動關係哦 遊戲的戰鬥方式呢 是經典的回合制戰鬥 每個角色呢 可以用指令技還有普通攻擊 那還可以舉起 這舉起也是在魔機戰地 非常重要的系統 可以把人舉起來 哈哈舉起來 然後等一下還可以把它丟出去 一個組合技 然後他現在就不會被打到 舉起來那個人 還都沒有在場上有沒有 不會受傷 這也是可以救人用的 然後呢我們的指令技 每支令技都有不同的特效哦 叭叭叭叭叭 這個是吸血鬼搖 每一個這個技能特效都不一樣 然後呢 這還是我的這隻啊 撲逆泥投擲 丟普利泥 就是那個 那個企鵝了 那邊丟丟丟丟丟 已經變成兵器在被丟來丟去了 那在死亡值的最終boss的復仇 是範圍技 炸 這個很強 用這個等級比較高了 這邊也可以開啟auto 模式 然後增加我們的 10倍的可以最大4倍速 然後那邊戰鬥就可以輕鬆的看他打架啦 有時候呢還會觸發 連西攻擊 你看這邊是核體技 一根材上面其他變成那個下面的 飛行器的感覺啊 這是五人合體技 有時候會觸發非常的厲害 傷害就會變得比較高 啊這邊是最後一波了 我們這邊應該能解決 揍他 ok 我們這邊剛剛抽到的角色 所以還沒有練太多 難度剛好在這邊還算 ok 可以打死 那如果我們的角色被打死之後呢 會有一個好友加入 一開始在戰鬥的時候就可以選一名好友 那他會幫你 拯救你 替代你的隊伍成為一名的新成員 除了主線劇情之外 這邊還有活動 目前有魔戒開服的特別戰鬥 還有魔法點綴的聖夜兩種活動 那這個特別戰鬥呢 每天只能挑戰一次 算是一個送分光非常的簡單 那裡面會有豪華的獎勵 另外還有魔法點綴的聖夜 這邊有點類似一個小副本 那裡面戰鬥呢可以獲得不同的點數 就有這些點數呢 可以換到特別角色 還有很多的好獎勵哦 另外還有暗黑之門 啊這邊就是經驗值 還有金幣素材關卡啦 啊這邊我們剛剛抽到角色 最需要來這邊經驗值刷刷的 那這關卡呢 就是我們剛剛抽到新角色 之後來鍛鍊一下 這邊經驗值獲得會非常多 來看一下我剛剛可以提升多少級呢 你們從35級 哇直接提升到44 提升9級哎 這個經驗值有夠多 遊戲中還有很多有趣的設施 像是這個馬歐訓練士 你將有邪惡指數高達180萬的本王 親自來改造 這邊可以讓角色覺醒 還有魔改造 覺醒 這邊要覺醒的話呢 要消耗相同星數的角色 需要消耗幾隻要5隻的樣子哦 拿這邊多的就可以拿去 讓他覺醒覺醒的話 星數會增加哎 哦 所以我們每一隻角色其實星星都可以升到四了 慢慢覺醒上就可以了 非常抱歉請操作等待 覺醒完成了 有哎哇 星數提升能力也都上升了 魔改造的話可以讓他學到不同的能力 強化這個角色 他需要同樣的角色 他可以學到第一招 這邊也要改造了 啊給照 然後又是這個畫面 哈哈 這裡面還有一些奇怪的聲音 改造完成 這邊總共可以實測改造 那我剛剛角色達到100級了 這邊開啟了兩個新功能 角色轉身還有神力的分配 我們這邊等級上限 可以再度突破哦 來看一下等級變成200等 他這個可以一直提升上限 據說可以到9999 好像是9900多 這麼誇張的等級哦 我們現在要來改造轉身了 所以這個會越來越強 這個等級一直提升上去的話哇 不得了 9999級 聽起來好像超強的哎 那這邊還可以獲得額外的神力 額外的神力呢 就可以讓你的能力值再度的提升 我這邊可以選擇你想要加什麼哎 那我這應該就是攻擊型的 我要攻擊 沒有錯加攻擊加攻擊 再來我們去看一下暗黑議會 暗黑議會在魔戒的戰機系列 也非常有名的一個系統 想做什麼呢 靠開會靠投票來決定 我這邊想要提升這個 rq 商會的熟客度 開會 提升之後呢可以買更多東西 想改名開會 然後30分鐘想獲得兩倍經驗值 這也可以開會 哦但是希望會渺茫 這個比較難的話就比較難通過 那我們來看一下啊 商會提升 未來可期可以嗎 今天消耗議會的PT 那每個議會的這個好感度不太一樣 好感度如果是否定的話呢 啊他大概會投反對一票 那這個贊成 啊這個否定 簡直是愛情 這應該就絕對照你的 相當贊成 那比較麻煩的是 有這三個 基本否定的 這兩個比較麻煩 我們這邊呢可以用賄賂的方式 沒有錯 賄賂他 然後賄賂什麼呢 我賄賂一個 呃金黃點心 這樣子賄賂你 給你嗎 給你吃東西 好這樣子 略為否定哦 從基本否定變略為否定了 我將其實我們贊成票應該是夠的 表決 好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就是會弱他更好的東西哦 贊成贊成贊成啊可以 這個我們就通過了 那我們的商店就可以開更好的 那這個水煮主線去推進了 更多可以開會的東西哦 像是這個如果我們想要經驗值 兩倍呢 我這感覺就很難 我看一下每一個是不置可否 不置可否 應該就是不確定嗎 還是完全不行 不置可否 那基本否定 那我們先來顧這個 基本略為否定把它改成這個 我們用這個黃金高級蟹膏 賄賂啊 贊成哦那個蟹膏超強的哎 經過賄賂惡魔 最後的表決怎麼樣呢 哦 五個贊成成功 接下來我們經驗值就兩倍了 沒有錯我透過這個開放式呢 就可以獲得一些特殊的 爭議效果啦 那這時候其實我們應該趕快去刷關卡 那如果體力不夠的話呢 這邊有一個魔戒醫院 啊這個魔戒醫院可以做什麼啊 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興奮專盤 來嘍 裡面可以增加你的行動力 轉 哦有一個加200行動力哎 體力直接變兩倍 我今天有50也不錯哎 哦 體力恢復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馬上去刷更多關卡的 那他這個8小時就會重置一次 我算是送你體力的地方 他右邊有一些其他的報酬 前往收取 啊這邊通常是受到足夠傷害啦 累積的 啊這邊總共就是送你一些好東西 啊這邊也記得可以來看一下 另外在他商店這邊可以購買一些磨金石 他這個一樣是第一次儲值會加倍 他一開始會多一些的100%免費的 然後道具包 這邊有各種的素材也可以買 然後有一些開服的禮包 有些是比較划算的 一開始就直接送的那種 好像這個每日的 這個都是CP值會比較高 另外還有些不同的禮包可以買 消耗品的素材的武器專精 武器禮包 聖誕套餐 各種想要的話這邊也都可以買得到哦 那目前開服期間 他其實禮物送的超級多 然後呢有非常多不同樂物可以玩 啊對魔機戰機遊戲樂話可以來試一下哦 那如果你有玩的話呢 別忘了在我們影片下面的左下角 有一個鬼鬼專屬的特殊禮包 大家可以來兌換一下 裡面呢有300個魔金石 還有高級召喚券三張 還有暗黑之門的跳過券 十張禮包嘛呢可以在右上角的Menu 然後其他裡面有一個兌換碼 好這邊輸入的話 就可以得到鬼鬼的專屬禮物囉 好的 以上就是這一次史上最兇日系 RPG魔界戰技 迪斯卡亞 RPG 分享給大家啦 有興趣的話可以來玩玩看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大家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